第一个就是你要先把范围 你要作为下拉式选单的范围 我们通常是建议各位先给那个名称 好比说各位请看 第一个动作 去把这个从部门开始 我们预计把底下的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给他一个名称 名称就叫做部门 这样可不可以 所以我们滑鼠放在部门这一格 按住黑黑的这一格 按住往下拉 拉到人力支援部 放开 然后怎么样去告诉Eseo 这个范围叫做部门 来 你跟卓吉进来 是你到公司的标签点进来 然后呢 往后找有一个 从选取范围建立这里 把它点下去 从选取范围建立这里 这个时候呢 他会跟你讲 你所选到的这个范围当中 要以什么东西来做为名称呢 来 他顶端列是不是有打勾 对 这叫打勾 顶端列 其他不用哦 就顶端列打勾 意思就是说 请他把我选到的那个范围当中 那个顶端列就是最上面那一列 把那一列的名称 名称 当作范围名称的意思 听懂吗 好 OK 这个打勾了 按确定 好 我们来测试一下 请看哦 如果我现在呢 从行政部开始哦 按住 选到人力支援部 好 手一放开 从选 往上看 是不是叫部门 左上角这个名称方块 应该叫部门吧 你可以用这样来确认 你没有做对了 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部分 所以各位记得 下拉式的选单 在开始做之前的第一个动作是 一定要把下拉式选单 会用到的那个范围 一定要先选到 然后建立一个名称给他 这样懂意思吗 好 OK 好 来 接下来 然后呢 我们才开始做了哦 选到蓝色的这一个 因为我们要在这一个做嘛 好 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一个 这个我看一下C73 选到C73这一个 我们要在这边做下拉式的选单 所以请各位呢 点到蓝色的这一个之后 往上 请你进到 资料的标签这边来 资料 好 标签资料点进来之后呢 往右边看 请各位找到一个资料验证告白点 资料验证这个标签告白点 点下去 选资料验证 好 来进来咯 在设定这个标签里面来 把任意值点下去 好 请你选清单 好 底下的来源点一下 然后请你按一下你们的键盘的最上面那一排 不是有F1到F12吗 按一下F3 有没有跑出一个贴上名称的功能表 有 有吧 请你按一下部门 我们刚刚是用部门这个范围 请你选部门 好 按确定 有没有看到 清单来源等于部门 这个等于它会自己加哦 你不要打 听懂吗 好 按确定 OK了 完成 旁边是有跑出一个夏拉斯的箭头了 你就可以选你要的 你要研发部要什么部都可以 这样子我们夏拉斯箭单就做起来了 好 有没有问题 诶 诶 诶 隐藏是什么意思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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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点下去 他一定只会看到一栏 那是因为我们当初选的时候 就是只有选一栏 所以你下拉式的选单 一定就是只能选一栏而已 不会选到两栏三栏 知道吗 你在讲 你在讲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没关系 等一下我再过去看 好 那各位你现在做好了吗 好来 第一个 第二个 那么 各位呢 如果你把 比如说我现在是选财务部了 然后点到财务部 按三株键把它删掉 他就空白了 可是 他的下拉式的体质 是还在的 听懂吗 所以如果你选了个东西上来 你按三株键 只是删掉上面的资料 但是那下拉式的选单的体质 是删不掉的 不能用这种方法删就对了 在哪里设定 就在哪里删 所以如果今天 你这个下拉式的选单 这个体质你不要了 你不要了 来 看我做一次 我们一起做 先点到这一格 好来到上面来 回到你刚刚的资料验证 来回到资料验证功能表 按全部清除就可以了 你看 按全部清除上面是变正义词的 那他的清单的体质就没了 按确定 那你看一下 他的清单 那个旁边的按钮就没有跑出来了 这样了解了吗 所以 我们后面讲到资料运算的时候 会有一个叫做 动态查询表 那这动态查询表的话 我们就会用到下拉式的选单 因为他会随着我们选的资料不一样 他后面秀出来的资料 就会跟着做变换 好 那我们这张工作表结束 我们开始进到下一张叫做 基本公式的运算 好到这边 刚刚呢 基本上 都算是一些 我们在表达 我们在 Excel里面资料输入 乃至于格式的设定 的一些动作 常用的动作 那么 OK了以后 我们接下来进到的就是 资料的运算 我们后面就会花 比较多的时间在这一块 因为 我们要认识的函数比较多 那现在这个部分先不谈函数 我们先谈基本的就好 我们的资料 我们的资料运算 其实呢 大致上分为两大类 一个是基本公式 一个是函数运算 来我们看一下 基本公式就是说 以加减乘数等等 来作为运算的符号 这就是基本公式的运算 它最简单 但是呢 会就好 没有人要赢 知道吗 辛苦 辛苦了 所以基本上 如果简单的两格三格在做 那么你用基本公式做 单单 范围比较大一点 人家就不要用这个做了 那么我们还是来了解 因为它是用来建立基本概念用的 基本概念 来 各位你暂停一下 你看一下 我们看第一题 来 比如说第一题呢 算总分 这四格 要算总分 对不对 同学 各位总分 就前面四格相加 以基本公式概念 就是这一格 加这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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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在总分的 本龙四的这一格 我们要建立公式 来把前面四格加起来 对不对 好 概念就是这样概念 好 那请注意看 因为呢 我们一开始呢 现在是先谈基本公式 就是以加减乘图做的 所以呢 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用加减乘图在做的 这种基本公式的时候 一开始呢 你要先打上等于 这个等于呢 就宣告公式的开始 记得哦 一定要打上等于哦 如果是后面讲的函数的话 就不用打等于了 因为他会自己加 他会自己加上等于哦 那因为我们这个 是基本公式来说 所以基本上等于 自己打就可以了 接着同学注意看哦 你千万不要把里面的65 打进来 低格是65 不可以 不管是现在的 基本公式也好 乃至于后面的函数运算也好 你通通不能够把里面的纸 直接打进去 那会死掉 不能打 千万不能把里面的纸 直接输入上来 这样的话会完蛋的 记得 公式的结构 是要拿他的 位置的编号进来做 同学 这一个的编号是什么 V64 听懂吗 所以 你打了等于之后呢 你要嘛就自己打V64 或者 直接用滑鼠去点这一个 同学 V4 V4 V4那一个是不是进来了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哈同学 公式的基本组成单元是位置 而不是里面的值 所以 公式组成公式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得是用他的编号 位置的编号来作为公式的结构 你千万不要把里面的值 直接打上去 那就完蛋了 好 你把那个点进来 打上加号 加号 加自己打 然后呢 再把数学49分这个点进来 加上 英文这个点进来 加上 物理这个点进来 得 通通都是位置的编号 好 完成之后按Enter 他的值 就会自动算出来了 而他的特性就是 只要做一格就好 以Sale的运算 基本上 不管他底下几百类几千列 通通不要算第一格 底下不要算哦 好 来各位看前面 当你把第一格算出来之后 你呢 按完Enter结束之后呢 回到第一格 点到第一格 接着请你在右下角的地方先放好 让他变细细十字的时候 快速点两下 一瞬间底下都帮你做完了 不管几百类几千列 他底下都帮你做完了 好同学 所以第一格这么重要 所以第一格对了 底下都对了 第一格错了 底下都完了 因为这样工资会因为你要倒掉吗 我怎么不猜啊 应该不至于那么惨 但是呢各位记得第一格很重要 你只要第一格对了 点两下 他自动就往下通通帮你完成 他什么时候会自己停 有时候你会遇到点两下 他往下做到一个程度他停 为什么他自己跑停 你知道吗 因为他看到左边有空格 他就停下 所以你们的表格 将来在计算的表格上面 尽量不要有空格 有空格 你点两下 他往下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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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某个地方 他看到左边有空格 他就用平下 他以为到那边而已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尽量避免 这条表里面有空格 那你要往下拉也是可以 那通常同学 比较喜欢坐在右下角点两下 他自动就跑下去了 好同学 那这样子概念懂了 那你下一题自己就会做了 来你自己做一下 我们这部每一题都做了 因为像这个只是建立观念 我们刚刚已经把最最最最重要的观念给各位了 就是你公式的结构 记得不要拿直接拿里面的速度出来做 而是要用格子的编号 因为你这样的公式往下复制的时候 他才会一列一列的把前面的速 把前面的编号抓进去自动修正 所以他才会把底下都帮你做起来 如果你直接拿格子里面的值 直接输入进去 那你永远只能做第一格 底下呢通通都不对了 所以他一定要记得这动作 好那双季跟单季 各位自己把它完成一下吧 单季双季是第二跟第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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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做到这个 早餐午餐晚餐砸相这边好不好 好 辛苦一点了 因为 基本公式的话他比较麻烦就是 你呢要自己打进来 好 来各位你看一下黑板 同学遇到这情况怎么办 看一下 你看 当我呢 选这个 当我在做每日总支出的时候呢 遇到刚刚的动作一格一格一格进来 结果呢 加到到第四格 哇 砸相这个被遮到了 有没有看到 你就没有办法选他 这样知道吧 来 就简单 你先去选那个砸相这个点一下 接着 你们是不是有一个往下的方向键 点一下这个方向键 他就往下选 17个进来了 这样会了吗 所以说范围比较长 会遇到一些状况 你就自己把它排除一下 OK 然后呢 各位呢 刚刚我说点两下他会自己往下 对不对 你做完第一格 往下点两下呢 在右下角度点两下他会自己跑下来 那没错吧 可是他是往下跑的 他不会往旁边跑 所以呢各位你看一下黑板 等一下呢 你做到这个每周合计 做完是要往右边copy过去的 公司copy过去的 像这种往右边带的 你就不能点两下了哦 要按字右下角怎么样 往右边拉哦 你不要点两下 点两下他就没有 他就不理你哦 所以呢像这种的话 你注意一下 像这种的话呢 你呢点到他 好加上 点他 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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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哦 OK 完成之后呢 回到这个这一格 记得按字右下角 要往右拉 你不要点两下 是往右拉 因为他点两下 是会往下跑 他不会往 他不会往右边跑 所以往右拉的同学 注意一下 好了大概呢 各位呢做个一两题 知道怎么做观念 建立起来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这边题目 并没有很多了 你都自己呢 稍微了解一下 加点 乘除大概就是这样子 加 各位了 减应该没问题吧 减在哪里 好 你找一下你那个键盘 他在加的旁边这个减 好 那乘是什么 乘是哪一个 你在键盘上 乘是哪一个 第8号的那个按键 第8号的那个按键 乘 所以你看销售量跟单下 两格相乘 这个的话呢 等于 把销售量这个点进来 相乘 请各位找到那个相乘 他的第8号的按键 那个就是相乘 第8号的那个按键 再把60这个格子点进来 这样就可以了 ok 回过头来点到他呢 在右下角点两下或往下拉都可以 因为这种基本功是比较辛苦的 所以我们题目准备的比较少 主要是让各位呢 会做就好 知道观念就好 有一题比较特别在这边 我们往下看 我没有放进来 因为我是放在那个函数 函数计算那边再一下 ok 好 那么呢 陈做完了 除在这里 同学 除在这边 平均是相处 平均啊 什么叫平均同学 几格相加 就除以几格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多了一个什么东西进来 挂虎 挂虎 是不是要先把前面四个先相加 再除以四啊 所以在这时候呢 基本公式呢 会有点小小的变化 就是 他要加上挂虎进来 所以各位你看一下我怎么做 来 先打上等于 在平均这个选招之后 先打上等于 等于 宣告公式的开始之后 按住SHIT键 去把左挂虎选进来 谁在这边的话呢 先把挂虎先打进来 挂虎在哪里 各位这里找一下 第9跟第0 9跟0 这两个案件 好 挂虎先打进来 才开始把国文的分数点进来 有没有 加上 数学点进来 加上 英文点进来 加上 哇 又这处了 还好 刚刚我跟各位讲 你先去把上面那个点到 再用往下的方向键让它下来 这样就选到了 挂虎之后 除以 除以那个方向 水几 除以湿 这个最好学起来 因为呢 未来如果在做函数运算的时候 有一个平均值的函数 但是呢 在某种状况之下 那个平均值的函数是没办法做的 你就得靠这个方式来做 ok 好了 水过团点到它 把右下角点两下 ok 所以遇到这个 挂虎啊 各位呢 顺便认识一下挂虎的使用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一个 基本公式呢 各位了解了 了解了 那就ok 好 那么我们主要是 把一个很重要的 所谓的 公式的基本的概念 就是利用加减乘数 然后 配合 我们 位置的编号 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效果 这样子有没有问题 知道一下 有时候 我跟你说 函数虽然大家都会用 可是有时候用到这种很简单的加减乘数 两单数在做的 同学本来喜欢用基本公式来做 那单数呢 来 那么呢 各位呢 请问一下 你们那个档案 我们等以下 好不好 因为现在才刚9点8分嘛 所以呢 我们还有时间 可以来做新的档案的练习 那麻烦各位花点时间 把那个档案下载下来 可以吗 那个网址还记不记得 网址如果万一不记得了 我看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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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網址我再讓各位看一下 請各位打那個網址 我看網址發動一下 這個網址還記不記得 你打這個網址進來 裡面有一個 裡面有新增的02的檔案 你把它下載下來可以嗎 這個網址我再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的網路分享比較慢 我們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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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